不惜用生命捍衛自由人权 自由人权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国家价值 自由人权也应该是 台湾如果要和中国交往的话的必要条件 Google的创始人不认说 中国在处理讯息审查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 监视方面 我看到了极权主义相同特征 我个人对此觉得很不安 相信我们一样都觉得很不安 至于像郭台铭之流 这种人这种有钱人 在跟中共高干喝酒拥抱之后 说那些行使言论既有的人 是吃饱饭没事干 丢个便当给他就算了 这种事我们不但不安 而且非常愤怒 为了自由 我们拒绝 而且要反抗 危害台湾主权国家地位 也缺乏自由人权内涵的经济协定或安排 不管它叫ECFA或什么 我们要求政府极客政党要严肃关切中国的人权 因为侵蚀人权的中共不可能尊重台湾的人权 也不可能遵守什么协定 台湾从去年世界人权制开始 实施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的两大人权公约 人权的实现是国家的义务 我们要求马政府要与中共进行经济协商之先 要先跟中共谈谈如何保障人权 人权没有国界 马政府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土国 法轮功等宗教以及维权人士 马政府还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压制言论自由 停止控制媒体 停止封锁网络 并停止用黑金之手伸入台湾的企业和媒体 自由是一种选择 但是积极性的自由更需要用行动来捍卫 容我再引用袁宏斌先生的话语做结束 他是以正南农之名所交代的肺腑之言 这句话说 台湾你要做自由人 即使为此必须踏过血海泪淘 以上谢谢各位 今天第一次大音乐献礼 第一阶段音乐献礼 我们邀请到的是张岳泉跟李婉金 他们用他们的作品 来跟我们说如果这片土地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那么曾经有人为了释放这片土地 付出过鲜血 付出过生命 如果 我们认为我们是自由人 为了夹做这个自由人 为了夹做这个自由人 偷偷我们夹做这个自由人 曾经有人付出过鲜血 付出过生命 这是张岳泉 李婉金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小孩的一段话 在小孩之外 他们还要给我们演唱的是希望的所在 希望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自由 让这片土地 加速是这个我们的一代希望的所在 请张岳泉 李婉金 请张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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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中.. 既然 请座 女宇��會宣傳活生 愛人 女宇 проб 她的也算是 滾芹 外國黎梧 我著無你的當好聖,我去救你的消滅 我好你送你活動 和你未永遠也隱分 我著無你的當好聖,我寄救你的消滅 我好你送你活動 寂寢急 我支持我的當好聖,我辛苦你圓 我根本里的最大便 以后的社会 我根本里的感情 我根本里的感情 我根本里的最大便 我根本里的最大便 我根本里的感情